因为我昨天刚刚做完医美 所以我现在整个脸有点肿 没有可能是因为这里 等着买进去的那个黑眼圈线的关系 今天是我做完医美的第三天 医生他说我对于痛的反应还挺提醒 肌肉紧张的发生 轻揉了几块 第六天 你也是假笑是不痛的 但是你如果被奏笑了 或者就是发自内心的笑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有那种拉扯感 做完整个医美项目 一个多月以后的感受吧 先从这把剂开始说好了 我的脸变得非常的滑 这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粗糙感了 凹凸感都没有 整个脸上没有毛孔 非常的细腻 那有这种合体的品感 很丰富的 可不得多麻烦 对于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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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是第二个 我不是在眼下这里埋了一个 黑眼圈的一个蛋白线吗 这有感觉好像黑眼圈比之前 减少了一点 对比之前的一些视频 会发现整个眼周也变得饱满了 一是跟黑眼圈蛋白线有关系 二我还专门做了一个眼部的热马级 所以整个眼周的皮肤 也会看起来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第三个就是 捕了一下我的轮廓的一个肉毒 大家也问了很多 为什么要在鼻翼这边打肉毒 鼻翼这一块肌肉去用力过度以后 你在不自觉做表情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鼻孔张大的一个反应 它也是有一定能够缩小你鼻翼的一个功能 所以其实在韩国很多演员 他们专门会在这个鼻翼这边去固定的 去打肉毒感觉 现在皮肤变得很好的一个原因 也是之前我去打的那个水光针的关系 比之前气滑了很多 但是皮肤屏障有比之前厚 平常会出来的泛红啊什么的问题 虽然都不一定少的 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美花下去的钱 它能够维持多久 就看你日常怎么好好爱护你的皮肤啦